大家好,我是阿柴 我准备做一系列童年怀旧的游戏游玩视频 主要分享一下小时候玩过的、接触过的 还有一些听过的、想玩的、但是没有机会玩的游戏 比如任天堂FC红白机游戏 CPS1街机游戏 还有世家MD以及超任SFC游戏 索尼PS游戏等等 现在都2020年了 为什么还把这些老古董游戏拿出来分享呢 网上不是已经有很多了吗 我做的游戏视频不是快速通关类 也不是一命无伤类 更不是炫耀游玩技巧 咱没那个水平 我分享的怀旧游戏视频 特点在游戏画面上 尽可能高的真实还原当年游戏画面 有小时候看到的那个感觉、那个味道 加上游戏音乐和音效玩的时候很享受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感受到 没有机会玩的同学也可以看看视频 怀怀旧 我看过很多怀旧游戏视频 他们玩游戏的水平很棒 很厉害 我是达不到人家那个水平了 但是他们录制游戏的那个画面 绝大部分很普通 用的都是默认滤镜 游戏画面已经没有小时候的那个感觉了 我分享的这些游戏视频 我感觉挺有那个味道 有那个感觉的 其实这些游戏模拟器早在20多年前就有了 比如我在1998年就用过COS模拟器 CALUS玩过CPS1平台的游戏 比如街头霸王2 吞噬天地 凝将之类的 那时候也有超人模拟器 常见的有两个 一个是SNES9X 还有一个是ZSNES 当年这两个模拟器不分伯仲 感觉后者更强一些 2000年前后 我用VGS模拟器 玩索尼PS一代的游戏 比如铁拳3 那时候电脑显卡性能比较弱 VGS模拟器可以用2D模拟3D 画面虽然粗糙些 但是流畅度还不错 帧率不错 可以提实况 铁拳3的那个大马赛克就差点意思了 不过看播片还是不错的 从1990年的任天堂红白机开始 到2000年前后的模拟器 我也算玩过不少游戏 可是模拟器毕竟是模拟器 玩起来的感觉不如原机真机 这个感觉包括手感 延迟游戏的节奏 主要是游戏画面的显示效果 现在的显示器都是液晶平板 分辨率动不动就是1080P 2K 4K 当年的那些老游戏分辨率都很低 宽度大部分都是200多 甚至还有100多的 好的也就300多像素 这么小的分辨率 投到1080P的分辨率上 直接全屏拉伸 画质会严重受损 虽然有一些画质增强滤镜 但是它那个涂抹感很严重 有点像那个油画和水粉画的感觉 不是小时候的味道 小时候的游戏虽然分辨率不高 显示设备也就是电视 分辨率也不高 当年在21英寸电视上玩游戏 看到的效果并不算差 当年的游戏 要搭配当年的显示设备 才算完美 但是现在快过去30年了 数字版的游戏Rome好找 成熟的模拟器也易得 但是30年前的电视机就难了 当年玩游戏的感觉 记忆离我们越来越远 所以最近这20年 我不怎么玩模拟器游戏了 但网盘里还保存着 我最近得到了一款游戏模拟器 名字叫RA 这是一款免费开源的模拟器 国内有个玩家 做了一个整合Rome的版本 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在这 这款模拟器有个CRT怀旧渲染器 CRT就是那种老的电视 大屁股电视 这个渲染器不同于滤镜 它藏的比较深 但是效果很棒 很好 搭配接机的边框背景 在目前宽屏显示器和常见的分辨率上 可以模拟出当年CRT老电视的显示效果 我个人感觉能有90%的拟震度 这个视频背景播放的就是这款模拟器和滤镜 显示出来的游戏显示出来的游戏效果 就是显示画面这个原因 我想把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经常玩的 还有想玩的但是没机会玩的游戏 统统玩一遍 录成视频分享给各位 如果也想玩的同学可以给我发私信 免费分享模拟器 怀旧滤镜 还有游戏ROM 我之前还做过几个关于这款RA模拟器的使用设置较长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翻我之前发过的视频 比如边框背景之类的 这个怀旧游戏系列视频 只是为了怀旧 请忽视我的游戏水平 真的很菜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柴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见